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吧 或者是那市面上有没有同类的产品 我为什么不去买别家的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特色把它凸出来 可能很多人会跟我说 我就跟别人讲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染纸片 这就是我们的坦瘦丸 或者是说 这个就是用来增强脂肪燃烧 支持新陈代谢 对吧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些呢 都有各自的道理 其实关于产品呢 我相信现场呢 应该有很多很多位的专家 那么站在市场的角度来讲呢 我用来训练我们的团队 我们整个团队在讲产品上面 我们就是两条主线 今天这里呢 也是抛砖引玉的 先分享给大家 那我觉得这两条主线 不仅仅是适合超活代谢 而且是使用于我们讲U-SANA的任何产品的时候 你记住这两条主线 你跟别人去分享产品的时候 你心里不会花荒 你心里不会慌啊 你就会知道我应该沿着这个思路 我就知道我应该去讲什么 那这两条主线呢 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 一个就是优化量化复方化 一个就是功效安全性价比 你不一定两个都需要讲 你可以讲其中一个 你也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 其实这两个呢 它也可以连在一起的 那么结合我们这个超活代谢 那我们来实践一下 那对于超活代谢来讲 如果我们记住 优化量化复方化 就是U-SANA产品 它与众不同在哪里 那超活代谢 它的优化又在哪里 OK 它的优化就优在 它的原材料来源很优化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超活代谢它所有的原材料 都是用自纯天然的植物 完全是安全无副作用的 那这个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超活代谢 其实在我们整个活力营养系列 它都是属用 都是使用天然成分制成的 那加工工艺的优化 这也是U-SANA能够区别于其他营养品 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使用制药级别 更高标准的生产工艺来加工的 那量化呢 当然是讲我们是这个制药级别的 伎量精准 对吧 我瓶子上标的是什么 我瓶子里面装的一定就是什么 那复方化就是 这里面是有好几种天然植物精华 复方而成的 那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昨天还记得科学家讲的 这里面三种主要的植物精华 是哪三种呢 一个就是结梗根 对吧 那结梗根的作用是干什么 用来优化脂肪分解 防止脂肪细胞堆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绿茶提取物 EGCG 它的作用是干什么 用来优化脂肪分解 更有效的支持代谢功能 那么还有一个 很关键的成分呢 就是生物类黄酮复合物 那它里面来自这个柚子皮 柚皮肝和这个橙皮肝 那它除了有很强的 抗氧化作用 加强脂肪的新陈代谢 维持健康的脂肪燃烧 它还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淤质 改善淋巴循环 从而来减轻水肿 同时呢 维持健康的血糖和胆固成的水平 所以复方的效果 一加一大于二 那么这几种关键的草本成分 它们共同作用下超活代谢 带给我们的功效 它之所以叫超活代谢plus 我觉得这个plus后面 这个plus 这个加的意思 其实它远远带给我们的功效 远远不只是体重管理的效果的 这个益处 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 我们换位思考 我们在选购一样商品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 其实消费者 它最主要的考虑的因素是哪三个 消费者 它永远考虑的是第一个功效性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果 第二一个安全性 我是不是可以安全的使用 那么第三一个就是性价比 这个东西我这个钱花了 我值不值得 对吗 所以功效安全性价比 这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讲 它永远要考虑的问题 那我们的这个超活代谢 它采用的是 Incelagin细胞类源技术 那这项技术 是使用这个分子标靶的营养素 来优化我们的细胞功能 有效的为分子传递细胞信号 以激活我们身体支持 活力健康的天然的能力 所以这种类缘性的效果 比你从外界被动的来 这种效果其实要强大得多得多 那么活力代谢 它除了是这个天然的植物安全 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那它支持新层代谢 以持续不断的燃烧脂肪 优化能量的生成 来帮助我们保持精力充沛 那在燃脂的同时 还能够保持精瘦的肌肉重量 所以说从功效安全到性价比 那活力代谢 它是远远远远高于市面上同类产品的 那大家觉得 我们的超活代谢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们优优了的大家庭 又新增了一位 这么优秀又充满活力的新成员 超活代谢plus OK 大家现在觉得 如果是这么梳理一下这两条线 大家觉得这样思路清晰一些吗 那如果你感觉 就是清晰了一些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反馈 也给我打个数字1好不好 哇 谢谢 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学习的文化 包括这个会场的文化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很棒 谢谢大家的反馈 OK 那接下来我们在了解了这个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后 我们能够学会用简单的话 能够了解它的与众不同 而且我们能够复制出去 让对方也能够听得懂 也能够很直观的知道这个产品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与众不同在哪里之后 那既然这款产品是用来帮助新陈代谢的 那我想问问大家 大家是怎么理解新陈代谢这四个字的 或者你觉得什么叫新陈代谢 大家又想个一到两秒钟 你能够解释什么叫新陈代谢吗 新陈代谢这四个字呢 看上去好像非常简单 但其实呢 可能并不是很多的人真正了解 它后面真正的含义和作用是什么 那如果简单一点来讲呢 新陈代谢是我们生物体内 一系列用来维持生命的化学过程 只要是人体为了维持生命的机制 还所有要进行的 这些所有的过程 包括像能量的吸收啊 消耗啊 转换啊 储存啊 等等生理的机能 它都属于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作用的范围 我觉得这一段话讲下去 是不是感觉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点拗口 那如果就从简单的字面意思来讲 大家想想 其实心 心是什么意思 心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新的东西 比方说你新的细胞 你新的能量 对吧 那成是什么 成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成就的意思 成就是旧的意思 就是衰老的细胞 我们体内的废物 这些都属于成 对吧 那什么叫带 那带呢 就是代替 替换的意思 那谢 谢就是排泄 我身体不要的东西 我把它排除出去 那我觉得从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来讲 我觉得这样你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 所以说新陈代谢 它是我们生 是我们人体 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一个过程 那新陈代谢是时刻都在进行 直到可能我们死亡 你才会是停止这个生命最基本的特征 所以说新陈代谢 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别人说新陈代谢 是让我们人体保持活力的源泉 这个一点一点都不过分 那这里呢 我也想问一下大家 那线上的朋友有多少看过 华兹博士的这本书 《隐藏的奇迹》 我们线上有朋友看过吗 如果有看过的朋友 你给我一个 这次我们给个数字二好不好 大家给我一个数字二 我看看有谁看过这本书 或者是说 如果你没有全部都看完 你看了第一章也可以 就是哪怕你看完了前面第一章 有看过这本书的人 可以给我一个反馈吗 哇不错不错 我觉得加拿大的伙伴们真的是 特别特别爱学习 大家还记得 华兹博士在隐藏的奇迹 这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这么一段话 就是我们要获得最健康状态的秘诀 是什么 有谁记得吗 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打字板上 华兹博士在《隐藏的奇迹》这本书里面 他专门有一段话是讲到 获得最健康状态的秘诀是 有谁能够看到给我这个答案吗 我看看 我看到有两个朋友在举手了 我不知道马克思能不能帮忙 我也不知道是哪两位朋友 你这两位朋友举手是想说呢 还是你想把答案打在打字板上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长 举手的朋友需要开麦吗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是Yosana123 他说这个修复细胞 这个原话不是这么讲的 非常谢谢你 我觉得你在这里试的一下很好 获得最佳健康状态的秘诀是 Sherry说是营养 OK 细胞健康人健康 OK All right 好 Sarah 对吧 增进新陈代谢 OK 我觉得他已经觉得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接近了 菌利 菌利非常非常棒 少菌利 提高新陈代谢 太棒了 OK 那如果大家去看哈 秉藏的奇迹这本书里面 在第18页的第一句话 如果大家手边有这本书的话 可以去翻一下 在第18页 华兹博士的原话是 获得最健康状态的秘诀 是保持健康的新陈代谢 所以大家知道 新陈代谢的健康有多重要呢 对 谢谢哈 谢谢大家 但是大家也会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发现我们的新陈代谢越来越慢 甚至越来越 差 那造成我们新陈代谢变差的一些原因有哪些 除了年龄的增长 睡眠的不足 也会导致新陈代谢变慢变差 缺乏运动 营养不均衡 压力大 作息紊乱 等等等等这一些 都会是导致我们这个新陈代谢变慢变差的一些原因 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居家的时间比较多了 大家在办公桌前面 电脑前面 经常久坐着不动 那这些呢 都会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变得很迟缓 那如果是说 特别是因为有的这个 作息都颠倒 或者是这个 玩电子游戏啊 或者电子产品啊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啊 等等啊 如果你每天睡不足七个小时的话 这会大大降低人体的身体机能 降低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 从而使你的整体的新陈代谢 下降 那同时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饮食上面啊 太多的精致食品 对吧 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营养的不均衡 比方说你缺乏文人数 B啊 E啊 C啊 D啊 包括你微量元素像 钾啊 铅啊 铁啊 这些都会使人的新陈代谢变慢 对吧 包括你这个饮水不足 因为现在太多的这些 像有些孩子 对吧 你像过量的去用一些 这个 Juice啊 或者是饮料啊 甚至有的还用这个 碳酸饮料来完全代替你饮水啊 这些都会给我们的肝脏啊 甚至胰脏带来负担 它也会导致这个代谢变慢 那既然新陈代谢这么重要 那我们手上又有这么好的 这么顶尖的产品 那我们如何能够运用 活用这个活力代谢来帮助我们 达成我们人生的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既包括健康的目标 也包括我们事业的目标 让我们在缩小腰围尺寸 维持长期健康和体重管理目标的同时 还能够增加这个业绩的收入 那今天就是我们来进入正式的这个主题 第一个 我们要做好市场 当然首先就要定位市场 那定位市场 一个是人群的定位 一个是需求的定位 那大家觉得这个超活代谢 我们应该定位什么样的人群 大家能够给我一些反馈吗 那超活代谢 我们应该定位在哪些受众人群上 我看看大家的这个反馈 OK 毒素堆积 OK 体重管理 OK 很好 OK 所有人需要的人 有减肥需求 不爱运动的 OK 有减肥需求 但是不爱运动的人 OK 代谢 代谢低的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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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人 当他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减肥的人群 OK 我甚至看到一些博眼球的宣传吧 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 也都看到过 叫躺受丸 意思就是我躺着我也能够受 对吧 还有这个剪指丸 这个染指片 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宣传或者是推广 你的感觉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的一个朋友跟你说 我们公司新出了一个产品 这个叫躺受丸 就是你躺着也能够受 那你听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在过去这八个多月的在美国市场上市之后呢 在我们团队呢 其实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其实像这样的宣传呢 其实是很容易给别人 甚至是给我们自己 带来一种错觉 因为当我们去把它定义为躺受丸 减脂丸的时候 OK 那这个主要就是用来针对 第一个 我想要瘦身 我想要减肥的人群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跟你讲 我不需要瘦身了 我已经不胖了 OK 我也不需要减脂了 我的指标都正常 所以这个我不需要了 你很容易就会被人拒绝 那么第二个 有的人说 因为我现在很瘦了 OK 我怕我吃了这个之后啊 你再跟我这个减脂的话 那我身体的脂肪是不是就就就会彻底的没有了 那我没有了脂肪 那我觉得我也会挺难看的 我这个皮就会皱巴巴的 对吧 就就不好了 我甚至还听到有顾客给我反馈 就是说 因为有的顾客他一听到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燃脂片呢 或者是糖兽片呢 或者是他就马上把它等同于这些减肥药啊 他就会觉得所有的这些燃脂片 所有的减肥药 其实他里面他之所以能够起到这些作用 他里面一定有一些致癌的物质 所以我们是不敢吃的 那还有些人 因为说觉得是躺受 让他觉得就是有点可以不劳而获的感觉 就是我每天继续我原来的生活方式 对吧 反正就是说躺受嘛 我躺着我也会自然受 但是结果他吃了一瓶之后 发现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并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我再相信你一下 我赖着性子 我吃了两瓶 对吧 我最多吃了三瓶 但是我发现还是没有效果之后 他再也不会再相信你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单单是把我们的人群范围 其实定义的很小 而且你会越做越小 而且很多人 当他不明白这个原理之后呢 他会觉得我就靠这一瓶东西 我就靠这一个躺受丸 我就能够瘦下来的话 这个不单单是会把你的这个这个这个范围越做越窄 而且你即便是靠一个躺受丸 大家觉得你的市场份额 你的业绩真正能够做多大吗 一个人他一个月可能用一瓶就差不多了 而且你觉得你这个业绩可以做多长久 那当我们前面介绍了哈 大家如果现在已经了解了哈 这个产品它的作用是什么 只需要支持我们的新陈代谢 那新陈代谢又是什么 那新陈代谢不单单是对于这个燃脂 不单单是对于这个这个这个瘦身哈 体重管理 其实新陈代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 是起到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所以只要我们去洞悉这个市场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市场它是无限的 获得最佳健康状态的秘诀 是保持健康的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是一切生命的基础 所以超活代谢 它不仅仅是局限在需要减脂受伸的人群 我觉得25岁以上 所有健康的人群 其实都需要它 因为为什么25岁以上 因为人过了25岁以后 我们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就会慢慢的变慢 那30岁之后 我们身体的代谢开始逐渐的下滑 那基本上每过10年 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就至少会减少5% 那基本上你过到50岁之后 那你的新陈代谢每10年至少是下降10% 所以即使我们的生活饮食都没有改变 甚至每天你能够消耗的热量甚至变少了 我不像就是我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不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冻的那么多了 对吧 甚至你感觉我还是吃的是相同的食物 你却会发现呢 我的这个身体里面很多没有办法充分去 很多能量没有办法去充分的燃烧利用 那长期下来你就会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这个身材体型开始慢慢的走样 甚至不单单是这个肥胖的产生 甚至会导致各种代谢疾病的产生 所以我们的定位占据认知功能满足需求 我们对产品是如何定位 决定我们对于这个市场是如何定位的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在哪里 当然我们很多人会发现 我们身边经常会有些人会这么说 可能我们自己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胖 那可能年龄大了 你稍微多吃一点点你就会长肉 或者是我每天是这个怎么讲呢 吃的是一样的 生活习惯也没有什么变 甚至我开始注意这个健康了 我吃的也比以前更清淡了 但是发现自己的腰围呢 反而越来越粗了 这个体重呢每年在上升 所以这个中年发福啊 或者是这个别人讲这个中年油腻 甚至头发开始秃顶啊 我这个肚子开始秃出来呀 这个当然这种现象是让你更显老态 甚至像坠肉啊皮肤松弛 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有的人在这个怎么讲 这个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会觉得就是我不吃东西 有的人就是好像我我就喝水 我也会长肉 就是别人说的那种易胖的体质 对吧 还有的是说我感觉我每天吃的很清淡 像吃草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长肉 有的人呢也是非常勤奋的结实 对吧 我非常注意我吃的 然后我也非常勤奋的运动 但是呢我发现我自己好像还是越减越胖 那像这种腐肿肥胖 那这是一类人群 我们身边经常可以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 老是觉得自己特别容易疲劳 疲乏无力 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的头脑啊 是这个昏昏沉沉的 那其实这个呢 其实也跟你的代谢变差有关系 对吧 因为当我们代谢越低的时候 你身体这个自身的能量 供应不足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虚 这个虚弱无力 这个头脑昏胀昏沉沉的这么一个现象 那甚至还有像皮肤干燥 觉得皮肤变差了 甚至这个指甲变脆了 对吧 还有浴巾铺条 这个 还有就是容易便秘 包括掉头发 OK 还有就是经常发冷的 因为当我们新陈代谢变慢的时候 我们身体产生的热量少 所以相同的温度下 你就会感觉你比 比那些正常新陈代谢的人 你会要感觉要冷一些 那还有些人就是忘东忘西了 这个就是人到中年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 经常出门忘了这个 然后出去又忘了那个东西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代谢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当你代谢低的时候 你的营养 这个供给不及时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造成你的大脑神经能量不足 那影响你的脑功能 所以你就好像会出现这个记忆力开始减弱 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 甚至开始嗜碎啊 等等这样的现象 其实这都是你代谢开始变差的一种表现 那么还有的呢 像这种开始有些忧郁啊 或者是头痛啊 甚至像这个脾气有点这个烦躁啊 异露啊 其实这些也都是说明 你的代谢在变差的一种表现 那我这里呢 讲了十种这个代谢变差的一些表现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哈 就是我们自己来给自己算一下 或者是你给自己打个狗哈 你觉得你自己中了几枪 这十个里面 你觉得你自己中了几枪 大家能够给我一个数字吗 如果你中了四个 你就写个数字四 如果你中了五 给你写个五 我想看看这十个里面 你觉得哪些是在你身边发现的哈 我看到这位Elena朋友哈 Elena和哈 他有十枪都中了 OK 中了十枪的朋友 那你赶紧要跟今天邀请你来上线的 这个朋友联系哈 对 那我觉得哦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哈 中了五枪的还是蛮多的啊 那也恭喜那些中了零枪的哈 那我相信一定是 配合Elena的这个生活方式 加上全面联合能一样 这个是应该是很长时间了哈 OK 那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哈 看来就是中枪的还是蛮多的哈 那如果像我们自己 都有这么多能够中枪的 那大家觉得我们身边中枪的朋友或者是我们身边有这些困扰的人群大家觉得多不多 所以超活代谢哈 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哈 减脂丸或者是糖瘦丸 那代谢不好 其实还会面还有更多的健康风险和慢性病的隐患 哈 像这个代谢不好的人哈 你患糖尿病的风险会比别人要高七倍 那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要比别人高两到四倍 肝癌的风险要多两点八倍哈 包括哈 糖尿病以及与这个肥胖有关的这个几率你要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哈 男性大肠吸肉的风险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二 女性患大肠癌风险率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一 那心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有关的其他疾病 这个增加的风险达到百分之二十三 那大家知道哈肥胖也好 三高也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那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现在是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人群 那这三高加上这个肥胖在一起 他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共同的名词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就是叫代谢综合症 那所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代谢息息相关的 那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包括健康的危机 其实都是大家背后的痛点 对吧 我们不是等到我已经开始出现三高了 或者是我已经开始得了癌症了 那我再想想哈我怎么去办 那我们越早去预防 我们越早去哈平衡 或者是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是最好的 那我们只有找到了我们市场人群的痛点 哈对方他才会愿意投资时间 投资精力哈 包括发费用来解决这些问题上 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一句话 就是你正好有需求 我正好有专业或者是解决方案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对吧 这个才会是成交 所以需求真的是每个人都有 关键就是我们第一 不要把这个需求定义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面 第二一个我们要从科普的角度去引导别人 让别人来看到这个需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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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需求在哪里 哈 其实这个是跟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那代谢性的疾病的发生 它是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的 那体重增加 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 或者说它也只是一个早期的表现 那指标异常了 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那血管疾病 那就是一个疾病的开端了 那器官受损呢 那就是一个 不能说是一个大结局吧 但是会是一个结局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也是真诚的提醒大家哈 我们人生中任何的收获都是需要去付出的 健康也是如此 所以保证健康将是你人生最大的收获 哈 因为只有当你健康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做你更想做的事情 可以去享受你想要过的生活 你才有哈 有有能力去追求你的梦想 但是当一个人当他不健康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不健康的人 他类型他只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他想要健康 还有了哈 那现在这个社会想吃 但是又享受 这是现代人的忧郁 对吧 那我觉得既想享受美食和生活 哈 又想维持好的这个体型和这个健康 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年人老年人群 现在年轻人哈 这一群人也是当下最焦虑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这么一个群体 所以体重管理的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象的问题 他后面其实有更大更大的健康的隐患 而且他逐渐的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再加上这个疫情哈 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于这个体重管理的需求 以及健康生活的需求哈 方便 简洁 这个 嗯 又营养哈 像这样的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千亿的巨大市场哈 换一句话来讲 也就是说现代人哈 他又想 又想要吃 但是又想要维持良好体型 维持健康生活哈 也就是说对于健康的这种焦虑哈 可以说是也是说一个一个价值千亿的一个市场吧 所以对于超活代谢 他真正完整的名字叫超活代谢plus 他后面有个加号 那这个加大家觉得代表什么 就好像我们说互联网plus对吧 加上什么 那我们这个超活代谢 他不是单纯的超活代谢 他是超活代谢加 那这个加代表什么 我觉得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他的功效后面有个加 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以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么一个形象推出来的 但是他的功效是远远不止 远远不止是只居限于体重管理这一块 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他的使用上面你要给他加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我要体重管理 我就用一瓶超活代谢我就用这一样东西就可以了 而是你需要结合 良好的生活方式 适量的运动以及搭配上全面均衡的营养 排毒抗氧化补充营养 那么你在其这些所有的综合作用的基础上 那这个超活代谢 plus 他才能够发挥到最好的效果 那畅活营养作为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 作为一个新的产品线 可以说他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他非常清晰的愿景 就是热爱您的身体改变您的世界 那超活代谢 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新的产品 一个新的体验 我觉得他更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们这个Active Nutrition 这句话就是热爱您的身体改变您的世界 我不知道大家当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以说我在我第一眼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已经爱上了Active Nutrition 我觉得他带给我的真的是一种非常简洁 又有力的力量 他让我更明确了我自己未来的生活蓝图 以及我的人生的一个中心目标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塑造自我 那大家都了解了 哪些人需要用 以及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后 那我们每一位是不是应该好好地使用好产品 那认真的体验产品 让我们自己成为产品中的产品 那同时呢 做好坚持分享服务 让别人看到你的人品 那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呢 一个生物化学博士的故事 那图片中的这一位呢 是江博士 那江博士呢 他现在是密西根大学做医学研究的 那他是通过我们线上的一个公益健身社群 才认识到我们的 那在聆听了我们的几次公益健康课程之后 他也非常认可Yosana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健康理念 但是因为当初他是完全是陌生人 所以江博士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抱着我来试一试吧 那既然有这么的人用了 有这么好的效果 既然我也非常认可这个理念 就是以我的认知来讲 我觉得这些理念是非常非常可以被接受的 他就是抱着试一试的角度 来开始使用Yosana 开始来体验产品 那以前呢 因为他经常要写论文 所以他会熬夜 那么在了解了Yosana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适量的运动 开朗的心态 结合全面均衡的营养 只有细胞健康人才会健康 他开始非常注意自己的作息时间 坚持运动 然后结合Yosana全面的营养素 那么今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畅火营养系列 加上这个活力代谢片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不仅仅是外观体型的变化 而且他现在的体重是在他过去20年里面 从来都没有达到过的体重 关键是当他瘦下来 你会发现他的皮肤也更紧致 皮肤也更紧致充满光泽 他上大概是上个月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 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一开门 我觉得眼睛真的就是一亮的感觉 感觉就是真的就像一个 别人形容这个中年少女 我觉得那种气息真正的是扑面而来 那江博士讲他以前 他是从来不喜欢跑步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 做大规模运动的人 但是通过了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么多的健康益处 所以他现在觉得跑步对他来讲 并不是一种坚持了 而是一种乐趣 他非常享受这种乐趣 所以他还积极参加社群的 一些跑步的运动的一些活动 每个星期天 他专门和一个跑步群 在这个local还专门建立了一个跑步群 他参加这个跑步群 把运动结合营养的这种健康的方式 也来分享给更多的人 那江博士的这个变化呢 让他的老公也看到 老公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博士 他平常呢其实是非常注意健康 也是特别喜欢运动 喜欢打网球的 但是呢 他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面 他的血脂一直是偏高的 虽然还没有到就是这个医生强迫他 他必须用药的这么一个阶段 但他自己呢一直苦谱就是 哎呀我总希望改变我的饮食结构 我总希望这个通过运动 我能够把我的这个体脂降下来 我相信大家身边可能也会有一些 就是说体重并不一定很重 但是体脂很高的人 对吗 那这个江博士的老公呢 他是十多年 大家看到他的这个血脂 一直是处于这个比这个Border Night 还高一点的这个范围 那他也坚持保护 虽然这个指标并没有降下来 那么在结合了 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适量的改变 再配合他每个星期的坚持运动 再结合了全面均衡的营养 以及YUSANA的营养素畅活营养系列 以及超活代谢的帮助下 大家看到他先生的变化 我觉得一张图片这个胜过千言万语 我就不来详细的来描述他的这个变化了 特别是他右边大家看到他整个血脂的 这个血液指标的变化 我觉得数字是最有利的说明 那包括昨天 这个我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全职白领两个孩子的妈妈 Cindy的故事呢 其实也是在江博士的带动下 OK 来发生了这个变化的 那Cindy通过他的改变 又影响了他的先生 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适量运动 配合全面均衡的营养 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 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自己 成为产品中的产品 有了一个好的体验 有了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 和正确理念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 可以去影响另外一个人 一个生命可以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 那么第三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推广上面 那如何更好的做到有效的推广 这里呢 我也送给大家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 我们使用套装 OK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线上线价相结合 为什么使用套装 我觉得套装的使用呢 可能更像是我们战略上面 我们要做套装的推广 让我们实战上面 战术上面呢 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 那为什么使用套装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维持一个最佳的 新陈代谢的状态 不是单纯的靠 某一样东西就可以的 因为影响到我们的 新陈代谢的健康 除了规律的运动 良好的睡眠 均衡的饮食 包括压力的管理 我们生活方式的建立 是起到非常非常关系的作用的 我们只有把这些方式 都全面均衡好 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就哪怕是从均衡营养 像很多维生素矿物质 OK 虽然它不能够直接给我们提供能量 但是对新陈代谢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 这个新陈代谢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在这里把它展开来讲 那关于套装呢 我们这里呢 就做了几个版本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你只有用到套装 它的效果才会出来的更明显 那使用营养素方面来讲 那我们一定要回到基本面上面去 就是排毒抗氧化补充营养 来帮助细胞和器官功能 进行自我修复的愈合 对吧 只有细胞健康了 华兹博士在这个隐藏的奇迹里面 我们说的十八页 当他讲到 这个维持这个健康的秘诀 就是维持健康的新陈代谢的时候 他专门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人体就像一个房子 就像你盖房子一样 你希望这个房子坚实来讲 你必须给到这个房子 坚固的原材料 我们人体是一样的 我们要给足我们身体 全面均衡的原材料 你才能够达到一个最佳 最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通过套装的使用 不仅仅对方来的效果 会来的更明显 而且当他有效果的时候 其实他才会更持久的 更好的用好产品 来达到更长期 更稳定的效果 那当然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团队的实际情况 对吧 你可以是做短期的 像七天的 你也可以是对于精力方面的 对于染指动能方面的 甚至对于这个皮肤美丽的 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的新陈代谢 有很大的关系 那所有一切的核心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排毒四宝 排毒三宝吧 再加上这个超活代谢 我觉得是每一个25岁 正常的健康的成年人 都可以去安全使用的 因为新陈代谢 就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核心 那配合上这个排毒一起 这是我觉得是所有套装里面的 一个百搭的核心 那你在这个排毒的基础上 有一个健康的新陈代谢的基础上 再搭配上其他所有的营养素 在一起的话 感觉就像一个什么 就像我们说这个中药 中医里面 你光光用一个药引子 药引子有没有用 它有用 但是你光光用一个药引子 它的效果并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你把这个药引子 你加在整一副中药里面 也就是说你把超活代谢 你用在营养素 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 它就能够把所有的营养素的功效 把它激活到最大 所以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 一定要使用套装 这样你的效果才能够达到更明显 当然线上来讲呢 我们会有一些线上的社群 像七天的 包括28天的 当然并不是说七天 或者是28天 就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而是让别人有一个观念的改变 让别人对这种生活方式 有一个良好的体验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线上线下社群里面 来做的一些活动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个 怎么讲呢 牵体说声也好 或者是健康管理也好 你把它里面的原理搞明白了 我相信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收获 更长远的体重管理 和长期健康管理的目标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你只要做出一些小小的 一些正向的改变 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大大的惊喜 那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做好定位市场 OK 塑造好自我 OK 做好有效的推广 这三者加在一起 无论来女老少 促进新陈代谢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跪在坚持 从运动 作息 睡眠 隐私 全面均衡的营养 这些方面全面综合来进行 热爱我们的身体 改变我们的世界 大家都一起行动起来 建立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且帮助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来达成这一目标 获得更精彩丰盛的人生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陆西老师 今天的精彩的演讲 我觉得老师讲完以后 让我感觉就是 豁然开朗的感觉 因为呢 这个超活代谢家这个产品 它适用的 不仅仅是要体重管理的人 它其实是 面对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所以呢 我们大家 能够有更多的客户群 可以去推广这一款产品 而且老师把 自己的产品搭配等等 和市场的一些定位等等 全部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非常有利于大家去 从中吸取 适合自己的这些 知识和技巧 去应用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去 那么 今天我们这个时间 差不多到了 那么如果大家后面 自己有会议的话呢 可以自己先 先进行自己的会议 其他的伙伴呢 可以留在线上的 我们给大家一些机会 向老师提问 然后老师可以 我看到提问 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老师 可以选择一些问题 我们先 简单的跟大家 进行一些解答好吗 还没能解答的 今天没能解答完的 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 我们看看线上 一些什么问题 提给老师的 行 谢谢 17岁肥胖可以吃吗 17岁的孩子来讲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 你先尽可能的 因为就像前面讲的 因为肥胖是有很多原因 能够产生的 所以生活方式 饮食结构 这个当然跟他的代谢功能 有没有关系 这个也可能会有 OK 但是17岁的孩子来讲 我建议你先从他的生活方式 和饮食结构 包括适量的运动 他有没有 在你进行了所有这些的基础之上 对吧 你带孩子适量的运动 你也给了他 注意饮食的结构的调整 然后让他减少熬夜 对吧 然后这个 生活方式上 你有注意 然后再给了他 全面均衡的营养 其实像我们的细胞 基本营养素 就包括body rocks 他对我们的新陈代谢 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发现他的效果 如果说感觉 还不是那么明显来讲 那我觉得 你适量的给他加上 这个超过代谢 我觉得 17岁的孩子来讲 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来讲 就是说 我们晚上6点钟之后 我就建议呢 大家不要用超过代谢 因为特别对孩子来讲 因为每一颗超过代谢里面 它还是有25毫克的 这个咖啡因的 虽然它是来自绿茶里面 自然的咖啡因 但是你不想 因为这样 因为有的人 他会比较敏感 特别对孩子来讲 因为你不想他 引起他的这个睡眠 或者是晚上这个兴奋 睡眠还是很重要 对吧 这是我的建议 好的 感谢老师 后面我看到 也有提问到 18岁的孩子 能不能吃 那参考是刚才的回答 那参考是刚才的回答 觉得大家可以去 综合的去考虑 对 对 我相信 如果说 今天如果大家对我前面讲的 你能够听明白了这个意思 OK 那这个超过代谢plus OK 它是在结合其他营养素 结合你的生活方式一起的时候 它的效果才是来的最明显最好的 嗯 好的 我看到有伙伴问到这个 关于糖尿病的病人 他们这个 可以用这个产品做体重管理吗 OK 那糖尿病人 其实真正来讲 你像血糖高的人 从根本上来讲 他属于自身代谢功能的问题 那 这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那在 因为我先生也是 美国临床的医生 那 我也就这个问题咨询过他 那他讲 那糖尿病人就是属于代谢功能不好的人 那么你在配合 这个 医生给你的处方药物控制血糖的同时 对吧 注意你的饮食结构 注意你的生活方式的同时 OK 全面均衡的营养 那你再加上这个超过代谢是没有问题的 那像超过代谢 对于那些 呃 代谢慢 或者代谢不太好的人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的 只是说对于那些 代谢快 别人讲的就是像这种假抗啊 他本身属于这种代谢已经康奋的人来讲 那你先暂时就不要用 那对于代谢慢的人来讲 你像肥胖啊 像这个 血脂高啊 血压高血糖啊 他其实很多都是属于代谢 慢啊 或者代谢功能不太好的人 那在你避免你没有什么假抗啊 这一方面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嗯 好的 呃 我觉得有关就是 嗯 比较特别技术性的这些问题啊 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呃 给大家去问 或者是公司的这个询问科学家的网站呢 也是可以是给大家去参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呃 那么这里有伙伴问到 用到这个会有机 呃 我刚才没有听到您的声音 不知道是 呃 就是 有伙伴在问到 老师这个使用的当中会有饥饿感没有 会不会觉得饿 超活代谢 嗯 我本人来讲 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有饥饿感哈 可能是我这个 十一年的时间 这个营养素的条理 加上这种生活方式的条理 呃 但是我有听到有伙伴来讲 他可能会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代谢增强了 有个人他可能会感觉会 会会有一些 呃 就感觉我好像比以前会容易饿一些了 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搭配上 像我们的这个呃 呃 active nutrition 这个nutrient meal 就是你要搭配他一起使用哈 包括鲜维素 哈 包括这个呃 其他的营养素在一起用 你的效果其实来的 很好的 嗯 好的 呃 那么在老师的回答过程当中和讲课过程当中 听到一个 关键词就是搭配 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去 考虑这个词 呃 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万灵药哈 是如老师所说的 这个是跟其他产品搭配在一起 这样会起到更好的一些功效 对您的一些客户 他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呃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我看也差不多了哈 呃 呃 那刚才我跟大家所说到的特别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呢 呃 我们 尽量看看能把它收集下来 然后看看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些 解 如果不能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去向总部的科学家去做一个呃 问询呃 通过他们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获得呃呃 提供一个更加专业的一个答案给到大家 呃 那么我们后面还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哈 那么今天呢 那可以插一句话吗 抱歉哈 可以可以 可以 我觉得像那些就是已经有典型的慢性病的人呢 我建议你呢 就像医生就即便是科学家也会建议你 因为我并不知道你完整的情况 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啊 你你告诉我就是我有假解 那那你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你这个要跟你的医生 没那么多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